注意看 这就是唐代上官网儿牧室的清理现场 2013年在陕西的一个工地上无意间发现的 可牧室里的棺果陪葬品全都消失了 就连壁画都没有保存下来 只留下一个木质和残破的桃源 木质盖上用钻书刻着 大唐布昭荣上官市民九个字 看到这九个字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牧藏肯定是上官网儿的木 专家眼看没有出土金银珠宝 于是咬牙跺脚骂道 可恨的盗墓贼又被他们抢先一步 可一名老专家观察了整个牧室后说道 此木不像盗墓贼所为必定另有他人 专家们都非常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导致上官网儿的木才会变成这样 一切还要从此木的发现说起 当工友上报考古队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室 考古专家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抢丢性的发掘 当清理完表面的风土之后 他们发现一个拥有五个天井的大型墓藏 这是整个墓室的分布图 天井和墓室三个部分 而五个天井的墓藏在唐朝属于高等规格的古墓 就连唐朝永泰公主下葬时也只有六个天井 专家沿着墓道走进墓室 发现墓道的两侧都有白灰石的痕迹 专家推测这是当时下葬时的壁画烙印 因为制作简陋再加上年代久远就消失了 随后在墓室里面发现了四个壁刊 而壁刊内的陪葬品都保持得非常完整 但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才员 并不能算得上是精品 走入涌道的尽头就是整个墓室 但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发现上官网的光谷 只在地下发现一小块牛骨的出现 而整个墓室都几乎被破坏殆尽 墓室的顶部整个坍塌 四周的墓砖也基本消失了 这让在场的专家很是失望 因为他们想着这个拥有五个天井的高规格墓葬里面 肯定有金银珠宝 就在专家抱着沉重的心情清理涌道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一块轻石震惊了众人 清理掉上面的灰尘过后 专家惊喜万分连忙说道 这就是墓主人的墓制啊 伴随着大唐部昭容上官室八个大字显露出来 专家大胆推测 这就是唐朝风华绝代的女宰相上官网的墓子 纵观整个墓室的一贫如洗 可这个墓制名雕刻却十分的生动传神 它的四周是十二生肖的精美绘制图案 可见下葬时整个墓室肯定陪葬品也很丰富 专家们打开墓制盖后 里面公公整整的982个文字 清楚地记录着1300多年前上官网生平的事迹 它出生于现在的甘肃天水 47岁被杀 而就是这个墓制碑的出现 也澄清了令所有专家疑惑的两个问题 一历史上上官网和太平公主的黑史料 二它的墓为什么被毁得如此严重 关于上官网和太平公主黑史料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在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上官网和太平公主虽是闺蜜 也是情敌 但都在互相伤害关系很差 但出人意外的是墓制上这样记载着 墓制中说 太平公主哀伤 负赠 轩无百匹 前使吊祭 辞职绸谋 那么我们认为呢 上官网的 实际的出自建造者 就是太平公主 原来上官网而死后太平公主悲伤不已 他不但每日都派人去祭奠 还求唐瑞宗也就是李隆基的父亲给上官网修建墓葬 在太平公主的权力游说下 最终建起了一个豪华的陵墓 可见他们两个关系不像我们电视剧剧里看到的那么差 反而关系很好 至于第二个问题 他的墓为什么被毁得如此严重 专家从穆志明的文字分析道 这是李隆基干的 因为李隆基登基之后直接把太平公主给刺死了 就连他丈夫的墓葬都给铲平了 而上官网而作为太平公主的同党 再看到他给上官网而修的豪华墓葬 墓葬大肆损活 甚至还将他的尸身拉出来挫骨扬灰了 因此我们在墓葬里面什么也没有找到 好了我是胡八一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下期继续带你探秘更多古墓和文物